一樣是放在那個Poto裡面 那這邊會有一個超連結,理論上 應該大家都會收到這個連結 應該有吧,然後你們回去的話有些細節假如不太清楚,尤其是VBA的部分 因為有些同學有學過,有些同學可能沒有學,或者學過都忘光了 尤其高年級同學 那當然 從上一次上課的這個部分,大家可以了解說 如果你希望呢,這個以後工作能夠高效率的話 那還是需要用程式來完成 因為我覺得很多東西你寫完之後,按鈕一按,那個事情就解決了 或者甚至是將來甚至連按鈕都不用按,他時間到就自動幫你完成了 OK,那當然呢,你就需要 具備有撰寫程式的能力啦,所以我們上禮拜 有特別補充的是那個99×8表 如何利用那個VBA程式把它撰寫出來 OK 應該還記得吧 VBA撰寫,所以第三段影片 裡面 就會提到 那回去的話 假設你對於這部分不太熟悉的話 可能還是要稍微看一下 然後 再來的話 那個下個禮拜喔 我看閒事曆上面好像不是紅色的 可是他下面好像有註解說 4月1號 就下禮拜 欸是什麼 是 沒上課嘛是不是 其實他上面是不是紅 但是他旁邊有那個說明是說 把什麼5月8號搬到 就是是不是 我好像 中六的 應該是吧 整邊都不用上課 我真的高興喔 沒有 看起來是這樣 因為剛剛早上 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 我看到是這樣 你們等一下再看看閒事曆上面的 說明 好像是說 在禮拜 4月1號嘛 不用上課 4月1號是宇仁節 請各位一樣喔 再開一下那個意義理 我們把那個 題目複習一下 那這一題基本上跟股票有點 有點 關係 像首先的話呢 你會發現他提供給我們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裡面的話有什麼呢 有 成交的時間 成交的金額 還有買進賣出啦 漲跌情況啦 然後贓數 昨天 收盤的 著收就昨天收盤 那開盤 開盤 有什麼 開高走低 開低走高 類似這樣的術語 還有最高多少 最低多少 OK 比如說股票啦 如果你們對股票 不太熟悉 建議還是了解一下 因為如果你想投資的話 你將來如果有點錢的話 其實買股票 也是不錯的選項 因為他的投資報酬率絕對比放銀行來的高很多 OK 如果你懂得 買股票的話 OK 像台積電 如果你可以在 就是去年的時候就買 到今年你已經漲了五倍 OK 光股價的部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請各位把那個 題目 第一個題目部分的話 我們一樣就是開啟那個 雲端上面的連結 應該還記得吧 GG.gg 後面加上那個 GG.gg 叫做什麼呢 Digit to edit 這個這個網址 OK 另外跟各位說明一下 你們的電腦是不是也跟我一樣 好像有一個老師的那個 他Google帳號密碼 全部都被記錄下 是不是 好像登錄的話 就變成那個老師 所有的 你們不要 你們不要隨便去 人家的 那個 登錄人家帳號 可以更改 他的功能 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呢 題目部分 就是 110 所以我們首先的話 把110 題目 稍微看一下 這個題目裡面的話 大概有 總共有六題 首先的話一樣把那個 檔案打開之後的話 他第一個部分是希望做什麼 就是說呢 把那個第1列藍位 由左到右 就是更改一下他的順序 也就是說呢 你會發現基本上呢 股票的代號先 然後再時間 然後著收 開盤成交 OK 然後最高最低 買進賣出 然後再漲 跌跟張數 也就是 他的順序 順序 就要稍微調整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 這個順序部分的話 就是 我們把這個檔案打開 那你會發現 這兩欄 不用 變更 因為原來第1跟第2就是 股票的代號 跟時間 然後再來的話就什麼 著收 開盤 成交 著收 開盤 成交 著收 開盤 在這裡 他要放在哪裡呢 所以著收跟開盤 要把它剪下來 所以你把這兩欄選起來 然後按下撿下 撿下之後的話 在成交的 左邊嘛 所以你選取 這個 成交的地方 把它按右鍵貼上就可以了 跟著你講 不是貼上 是什麼 插入撿下的 儲存格 這樣才才會 把剛剛那兩欄 搬到這邊來 OK 所以特別之后 不能直接貼上 好 所以這個著收開盤 成交 然後再來的話呢 什麼 所以就在著收開盤 在最高最低買進賣出 所以呢 最高最低這兩個 把它放到買進賣出 漲跌 所以其實這兩欄 所以跟K按右鍵 把它剪下來一樣 然後呢 選取買進的時候 按右鍵 一樣是 這個插入撿下的儲存格這個選項 點一下 那這樣的話 第一題就完成了 也就是把那個順序 變更一下 大概就是 這兩個 跟這兩個 把它做個 變更位置 接下來的話呢 第二個是說呢 藍位名稱 它要什麼呢 再增加一個藍位名稱 叫做著收開盤 與成交比較 也就是說它比較什麼 著收就昨天的收盤行情 有沒有 幾點 然後跟開盤 今天一早 一早8點開盤的時候 它的 有沒有 馬上漲上去 或者跌 有沒有 開高 走低 或者開低走高 有沒有 應該知道這個邏輯吧 反正開盤之後的話 然後再來成交 最後呢 最後你到 結束 好像3點半 就是成交結束的時候 你成交金額 落在哪裡 所以 假如說開盤的時候是 20塊錢 然後呢 成交最後是30塊 那就是什麼 開低走高 OK有沒有 然後如果顛倒的話 30塊跟20塊 那就開高走低 OK喔 所以 那中間會有一個漲跌 有沒有 有可能最高 有可能最低 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主要是了解啦 股票啦 這其實大概一個基本的嘗試喔 我是建議如果你對股票不太熟悉 可能還是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 第一個喔 以後你 有一點錢可以理財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你跟長輩溝通的話 也比較知道他在幹嘛 因為萬一很多長輩有一點錢 就喜歡看股票 如果你跟他 其實他在看什麼 看不懂 他在做什麼 這個時候如果你知道 你就比較可以 跟他有一點點 搭上話的機會 甚至很多長輩 他們 投資股票 他們很喜歡學eSale 學eSale 不是說他為了要功課 要學習 他主要是希望 拿eSale 來做 投資的參考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假設可以拿大量的資料 來做分析的話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未來可能會漲的機會大 還是跌的機會大 有沒有 如果說漲的機會大 那趕快買進 那如果跌的機會大的話 要趕快賣掉 有沒有 所以其實 網路上我遇到很多投資客 跟我學習的 大部分 都是因為他要投資 而不是說因為他在學校 學校為了要應付功課等等 我說OK 所以這個要請各位試一下 把第一題 稍微先完成 然後稍微把那個 第2到第6 先試著 試著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第二部分的話就是 要增加兩個欄位 特別注意 在LE的儲存格 輸入這個 著收開盤與成交 著收就是昨天的收盤行情 今天開盤 然後跟最後成交的比較 所以我可以看到高高低低的 所以最好的方案是 如果可以繪製成折線圖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一目瞭然 可以知道哪一檔股票 到底漲跌情況如何 當然你看數字一樣可以了解 可是那個數字你變成你要自己再去想像 所以現在比較流行就是用視覺化 的結果 讓人家一目瞭然 OK 所以要自動換列並且 藍寬 然後要做折線圖的一個繪製 並且 套用這個樣式 那我們怎麼做 首先第1個今天在L1 L1就在這裡 輸入什麼呢 輸入這幾個字 就是要著收開盤與成交 比較 然後把它輸入上去 OK 輸入完之後 Enter 那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有個問題 就是說 儲存格的寬度 有沒有 不夠寬 那它的字跑到哪裏呢 跑到最右邊去 這個時候的話你可以 按一下這個上面 要自動換列 什麼要自動換列呢 就是如果 它的字太多 那寬度不足的話 它會自動折航 有沒有發現 就自動折航了 再來的話呢 它的寬度 題目要我們設定為 這個寬度為15 所以當然你可以這樣上面 你這樣拉 也會出現 寬度是15 不過你要拉到剛好15 有點困難 這樣就15了 有沒有 不過我建議啦 如果你假設 不太OK的話 選取它按右鍵 這邊一樣有欄寬 你直接輸入15就可以了 它就剛好15了 OK這個方式 我覺得比較推薦 那接下來的話呢 題目還要我們做什麼呢 再來就是 做一個折線圖 著收 開盤跟成交 所以 基本上你會把著收 開盤成交 就這 三個欄位 那你會看到 應該是收盤的行情 跟開盤行情是一樣的 所以是水平的 他們並沒有一下子漲上來 也就是早上 並沒有太多人去買 買這張股票 所以買的話 才會漲 如果馬上賣 那就跌 OK 那這個到成交是說 到 下午三點半的時候 到底 是有很多人買 他一直買 他就往上 賣的話就一直往下 然後看起來好像 買的人多 所以這張股票是往上衝的感覺 那可是問題這個數字看起來 雖然還是清楚 可是還是沒有 那個繪圖的來清楚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 游標放在L2的地方 然後再插入一個什麼呢 特別重要 這邊有個新的功能叫 摺線圖 特別說這個摺線圖是在 Excel的2010以後的版本才有 如果你2010以前的版本 比如你家裡還用舊版 那就沒有這個功能 OK 這是之後才有 那我們可以插入這個摺線圖 他會問你說 你那個摺線圖的範圍在哪裡 我要從著收 開盤 到成交 幫我會試一個 摺線圖 然後把這個摺線圖 幫我放在這邊 L2的位置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會有一條線出現 有沒有 昨天收盤跟今天的開盤是一樣的 然後呢 最後成交往上衝 這樣很清楚 另外的話 題目還有要求什麼 他說 幫我做出這個之後的話 並且顯示標記 然後套用走勢圖 彩色 景1 就Lumber 1 第一個 所以彩色 我們看一下 標記這邊有標記 所以這個標記一定要打勾 那標記打勾的話 他的最大差別 這邊有節點出現 有沒有 本來是沒有節點 然後再來的話呢 他要套用這邊的樣式 哪個樣式 彩色 的第一個 彩色第一個在哪裡 剛好在 第五列的第一個 OK所以套用這個就可以了 好點下去 好那再來的話 底下要全部套用 不過跟各位講 上下填滿了 他沒辦法點兩下 這個的話一定要按住不要放 一直往下拉 OK 放到最下面放開 那你會發現他就全部 馬上繪製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像這個股票是 開盤的時候 其實沒什麼變化 到最後成交金額往上 但是下一檔股票 剛好不太一樣 昨天的行情 一早馬上就很多人買 有沒有 就往上衝 可是呢 中廠慢慢有人賣 賣得多了 所以他慢慢的話 又往下 有沒有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說 那個這檔股票 今天的表現如何 有沒有 所以你會看很多 這個節目裡面 不是有那些 股票的證券分析師 有沒有 每天都講了 很多 實際上很多概念 大概就是這樣 OK 好那 再來的話 這個就完成了 第一部分 我看一下 再來的話 有了 再來的話 第二個是 在這個 M欄新增 M欄 剛剛一樣的動作 其實都在這裡 其實做的方式 差不了多少 所以再來的話 一樣把成交與 最高最低比較 把它複製一下 我這邊是預先打 因為我打字 可能要打比較多字 然後把這個字輸入之後自動換行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把它的寬度 是不是一樣是15 一樣15 然後呢 做直條圖 並且顯示是 彩色 緊一 OK 然後要顯示低一點 所以根據它提供要求 第一個 把它藍寬右鍵 藍寬 輸入15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請你優標一樣放M2 然後再來 插入那個什麼 折線圖隔壁這個直條圖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折線圖的話 它比較可以顯示什麼 顯示一段時間內的那個資料的 漲跌的情況 有沒有 可是如果你是直條圖的話 它其實比較可以呈現 數量的變化 有沒有 高的話數量多 低的話數量少 但是其實比較沒有辦法表現時間差異 所以這個地方它 主要是針對什麼 成交的高低 就大概賣多少錢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首先一樣 插入 直條圖在這邊 然後把範圍跟它講一下 成交最高最低 那其實就是高低點 OK 按確定 那就出現了 再來它要把它改成什麼樣式呢 改成這個 其實位置好像一樣 走勢圖的 樣式彩色景一 位置也是第五列的第一個 接下來的話 它要什麼 在第一點打勾 什麼叫第一點 就是它強調是第一個資料 OK 把它打勾 那一樣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呢 就又完成了 這個 第三題的部分 第三題 第四題的部分 就是章數 那所謂的章數 買賣的情況 有沒有比較熱門 或比較 冷門 的股票 如果 成交的章數越多的話 相對 它的那個 熱門指數比較高 可是如果說 成交 寥寥無奇 也就是說 那個股票 沒有 人問金 也就是說你 即便掛牌 但也沒有人要跟你買 那你就只能放著 OK 但是呢 如果說成交很大的話 所以像以後你的投資股票 如果你其實不太熟 最好買那個 成交 章數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你一掛牌 馬上賣掉 你就不會說 掛在那裡 都沒有人要買 OK 像現在好像有零股交易 以前可能要一次 就要買1000股 現在不用 你可以買零股 所以很多零股 零股就是買一股 兩股都可以 OK 不用買一張1000股的話 但是 它還是有一些限制 至少你了解一下股票 好 再來的話 章數他希望做什麼 他希望說做成 所謂的 這個 有點像 這樣的效果 稅收結果 有點像這樣子 章數 如果你直接看那個章數的話 其實數字並不能表現什麼 但如果說呢 這邊有一個填滿的效果 表示填滿越多 表示他的章數越多 那就一目了然 你就不用說 慢慢去看那個數字 然後自己去想像多寡 那這個地方怎麼辦 首先第1個呢 請你把那個 你要格式化的範圍先選起來 特別不是選整籃 是選從K2 一直到向下 OK Ctrl shift向下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之後 有沒有 要格式化的範圍先告訴他 這個範圍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設定格式化條件 然後找到什麼 資料 橫條 裡面的話 它要什麼 它要的效果應該是 所謂的橘色的 漸層吧 我看一下 這裡面有沒有一個要 它應該有一個 漸層橘色 所以喔就是剛剛我選這個 你就是 在這邊有個 資料橫條 然後選這個就可以了 OK 那你會發現它有漸層 漸層的就是 它顏色會越來越淡 那如果十星的話呢 就是整個顏色就是那一個 OK吧 點選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它就馬上會有這個效果出現 那你一看就知道 最熱門的應該就是這個 台積電 它的那個編號是2330 那不意外的 那你會發現喔 台積電以前的股價 像這個資料的話 大概 是 兩 應該是 大概 兩三年前的 題目吧 那你看了兩三年前 台積電的股價 是70塊 現在的股價是多少 各位知道嗎 100 不止啦 你們都沒有辦法 最高都跳到600多了 600多 最近好像跌下來500多了 我今天看了500多 500多多少 你們可以查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說 你假如是之前買的 70幾塊買的 你把它放到最近的話 你就已經賺了幾倍了 8倍 左倍都有 OK 所以等於是說 你看那個投資的報酬率有多高 如果你把它賣掉 不得了 等於一張 台積電股票 500多 有啊 左邊你要有自己買的 有啊 有人 我之前我有認識的朋友啊 他就把那個房子 拿去借錢 然後去買台積內股票 OK他覺得這很划算 OK 但這個當然 有一點 還是有風險存在的 其他如果還要買一些像聯電 聯電也是這樣 聯電16塊 現在好像 我記得好像眼睛 七八十 不知道多少 七八十九十吧 反正最近呢 只要跟那個 半導體有關的相關產業 哇 都 就是等於是 一人成道 雞犬都升天了 OK 所以 其實有些啦 這個好像裡面都是跟那個 半導體有關的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也不妨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不是說 你念中文系就只能了解中文系相關的東西 沒有啦 之前好像你每個學長 好像每天我看他都很有興趣 每天看股票 好像你這樣幹嘛 看股票 OK 也是啦 後來他好像念到博士班 念博士班也念中文系的博士班 也還是繼續研究股票 OK 反正 總會有其他的那個興趣吧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部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剛剛講的是第四 再來的話第五跟第六我們待會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剛剛二三四 先完成好了 來的 我考慮都會這樣喔 您好嗎 好了 我已經是寫着了 還有這個 我們就是在照顧